原来是这里的问题 大家看这台车 空载情况下 看起来是没有什么问题 正常骑行下 这个电机发出来的声音 像是摩托车的声音一样 不知道的还以为咱骑的是摩托车呢 这种情况以前也是经常遇见的 一般情况都是电机的三根向线 有一根须接或者是烧断了 检查这个三根向线也没有问题 测量了这个车上的线路 也是正常的 这种情况一般换一个控制器 可能就会解决 但是呢我们怀疑 还是这个控制器和电机三根向线 哪里续接了 我们先把这个控制器给它拆掉 先检查这个电机 转起来 然后把三根向线分别连接一下 这个三根线看来是没有问题 电机是好的 接着我们现在把这个控制器拆开 检查一下 现在的电动车 大多数都是用的这种模块控制器 这种模块控制器 我感觉是比较难拆的 好 现在已经把它撬开了 拿掉以后我们看到这个控制器的这个主板 但是呢 这个没发现什么问题 现在把这个控制器的这个电路板给它拿出来 拿出来 我们仔细的观察一下 看是哪里的问题 翻过来背面 我们就看到这里有虚接的现象 这两个地方就是通往这个电机的三根向线的其中一根 现在用这个烙铁配合这个焊锡 把这里重新给它焊接牢固 焊牢固以后 我们现在就可以把它装回去了 给这个主板先给它装到这个控制器壳里边 里边这个铁片是固定这一排MOS管的 让这个MOS管充分的接触这个控制器的外壳 起到这个MOS管散热的作用 我们现在把这个控制器上的螺丝全部给它装好 我们现在给它装回到车上 试一下这个控制器 我们有没有把它给修好 先把这个电源线接好 一个正级和负级 然后呢 开始把这个三根向线 颜色对好 我们接厂以后就三个插头 一个霍尔插头 一个控制插头 一个功能插头 插好以后 我们现在试一下 控制器上的线已经全部接好 我们现在先把这个坐筒放上去试一下 看这个问题有没有解决 电动车正常骑行下 已经没有任何问题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